欢迎来到成为学基因 今天会和大家谈一下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确乏症 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确乏症的英文名叫 Glucus 6-phosphate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 Glucus 6-phosphate dehydrogenase 这个酶的英文说写是肌溜PD 所以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确乏症也被称为肌溜PD缺乏症 接下来我们分四个部分来谈肌溜PD缺乏症 1. 肌溜PD缺乏症的病症和致病原因 2. 肌溜PD缺乏症的遗传特性 3. 肌溜PD缺乏症的预防 4. 肌溜PD缺乏症与瘧疾的关系 1. 我们首先来谈肌溜PD缺乏症的病症和它的致病原因 肌溜PD缺乏症有一个署名叫蝉痘病 之所以这个病被称为蝉痘病 是因为有这个病的人一般情况下没有特别的病症 但是当这些人在吃了蝉痘之后就会发病 发病的症状包括黄胆 精神不佳 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呼吸急促 心脏衰竭 甚至会出现休克 而且有生命危险 现在科学家已经研究清楚蝉痘病的致病原因是 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酶的基因发生了变异 导致这个酶的活性下降或者酶活性完全丧失 脊溜PD这个酶的作用是把NADP还原成NADPH 同时把六磷酸葡萄糖氧化成六磷酸葡萄糖酸 脊溜PD催化的这个反应是红细胞当中NADPH的唯一来源 而NADPH能把氧化型的骨光钢钛还原到还原型的骨光钢钛 还原型的骨光钢钛是人体内重要的抗氧化剂 它可以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剂的破坏 而在红细胞当中 极六PT催化的NADP还原反应是唯一能产生NADPH 并进一步产生还原性的骨光钢钛的生化路径 所以缺少极六PT这个酶的人在受到氧化压力的时候 红细胞就会大量的被破坏 出现的症状包括 一 缺氧 具体表现为呼吸急促 心脏衰竭 甚至会出现休克危及生命 原因就是红细胞少了 血液的输氧能力下降 第二个症状是黄胆 因为红细胞被破坏之后 其中的血红素被释放出来 血红素要经过肝脏代谢 才能被排除体外 当血液当中一下子有许多红细胞被破坏的时候 肝脏来不及代谢血红素 代谢的中间产物 胆红素就会沉积下来 胆红素是橙黄色的 当胆红素大量沉积在皮肤当中的时候 皮肤就会表现出明显的黄色 这就是黄胆 过量的胆红素 对身体是有一定的毒性作用的 那么为什么吃蚕豆 会让缺少极六PT酶的人发病 原因是蚕豆当中含有大量的氧化剂 包括蚕豆蜜定葡萄干 蚕豆蜜定 半蚕豆蜜定核干 和硬药米 这些全都是氧化剂 肌六PT缺乏症的人的红细胞 缺乏抗氧化能力 当遇到这些氧化剂 红细胞就很容易破裂 这样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缺肌六PT酶的人 吃了蚕豆会发病 同样道理 其他带氧化性的食物或者药物 也会引起肌六PT缺乏症的人发病 所以肌六PT缺乏症的病人 要避免使用或接触这些食品药品 食物如金银花 药品如黄氨类药物 博氨窥磷磷 绿梅素等 第二个部分 我们谈一下肌六PT缺乏症的遗传特性 肌六PT的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 蚕豆病的遗传方式是X连锁 不完全显性遗传方式 因为肌六PT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 所以男性和女性的蚕豆病遗传方式是不同的 先说男性 因为男性只有一条X染色体 所以如果男性的肌六PT基因 有致病变异 那他就有蚕豆病 再说女性 因为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 所以他有两个肌六PT基因拷贝 不过他的一个肌六PT基因拷贝 是有致病变异的 而另一个拷贝是好的 那么因为女性有X染色体失活现象 这导致他身体当中一部分的红细胞 是缺乏肌六PT煤活性的 所以部分女性携带者 在吃了蚕豆之后 也会出现轻度到中度的症状 如果一个女性的两个肌六PT基因拷贝 都有致病变异 那么这个女性是有蚕豆病的 病人吃了蚕豆之后 出现的症状轻重 与具体的基因突变类型有关 如果是导致肌六PT煤活性 完全丧失的变异类型 症状就严重 如果是煤活性部分丧失的变异类型 症状就会轻一些 肌六PT缺乏症的地理分布 主要集中在热带和亚热带 在中国广东广西海南等省为高发省份 发病率可达5%到10% 第三我们来谈对肌六PT缺乏症的预防 如上我们已经知道了 肌六PT缺乏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和所有的遗传病一样 对肌六PT缺乏症的最好的预防方法 就是不让患肌六PT缺乏症的孩子出生 被孕的夫妇通过基因检测 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否携带有 肌六PT缺乏症的基因变异 如果通过基因检测 发现自己是携带有 肌六PT缺乏症的基因变异的 那可以向医院或者专业的 医学遗传学执行机构进行咨询 以了解进一步的应对方法 第四部分我们来说一下 肌六PT缺乏症与孽疾的关系 科学家已经知道 患肌六PT缺乏症的人 对孽疾是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的 关于为什么患肌六PT缺乏症的人 对孽疾有抵抗力 我查了一下文献 没有找到明确的说法 只是说可能是因为 肌六PT煤活性的缺乏 抑制了虐原虫的生长和代谢 那么在这里我谈一下 个人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推测 肌六PT缺乏症的人的红细胞 比正常人的红细胞更脆弱 更容易破裂 而虐疾的病原体 虐原虫在人体内 有一段过程是寄生在红细胞内的 因为患肌六PT缺乏症的人的红细胞 更容易破裂 所以当虐原虫寄生到 这种人的红细胞当中之后 被寄生的红细胞 在虐原虫成熟之前就破了 连带把寄生在其中的虐原虫也给杀死 也就是说红细胞通过自杀 把寄生在其中的虐原虫杀死了 虐疾主要是靠安文传播的 安文生活在热带压热带 所以虐疾也主要分布在热带和压热带 极六PT缺乏症 在热带和压热带的发病率 远高于温带寒带的发病率 这是因为生活在热带的人 世世代代都经受虐疾的选择压力 有极六PT缺乏症的人 不容易得虐疾 在热带就更容易活下来 所以有极六PT缺乏症的人的比例 在热带就比较高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